很少有一個法案可以搞到勞方、私方鬆輸 民進黨做到了 這樣兩個糟糕的情況一發生之後 連帶衝擊到台北市所有零售餐飲的業績掉了三成 你看看多少店倒掉了 多少店關起來了 多少人失業了 這就是民進黨 這就是過去兩年發生的事情 所以我跟大家說 李昌同意我 今天是選舉 沒有錯 市長有三個人選 在議員的選舉 欺騙里長的選舉 還是國民黨跟民進黨這樣的態勢 我們給他一個教訓好不好 好